除了环保团体之外 对台中县石刚乡的小乡镇来说 能守住家园的 还有当地62座的土地公庙 这里人口只有16000多人 平均每260人 就有一位土地公守护保护者 所以说这里的土地公 比警察还要多 台湾各地都有土地公庙 但来到了石刚乡 不管是规模大的庙与建筑 或是小道 只有石头排成的石头土地公 甚至连石头都没有的水头土地公 在石刚乡都有人拜 为了建立石刚乡的文史资料 石刚人家园载造协会 花了八个月的时间 在石刚乡做土地公庙的普查 结果发现面积只有 18.2平方公里的石刚乡 竟然有62座的土地公庙 这也是石刚的特殊景象 这62座的把公 其中又有40几座的把公 是有那个八婆 里面还有大概有四间的把公 把公庙是有八子 以比例来说 这么小的一个地方 然后这么少的人口 但是却有60几个把公 这个在全国里面算是很特殊 目前石刚乡的人口有16300多人 警察却只有26人左右 还不到土地公庙的一半 也因此石刚乡民众常自己笑说 举头三尺有神明 就算没有警察 也有土地公在地方看守 记者李新龙台中报道